激光投射键盘 看一下外形 前面有一个孔 两个孔 三个孔 还有两个指示灯 开机键 充电 开机 这边激光 关上灯试一下 我现在这个手机已经和它连上了 通过蓝牙连上去了 然后我打一下 一个指头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给你打一个A到Z 看一下识别率 现在目测这个位置应该是个摄像头 底下这个位置应该是个红外发射 这个是激光 然后这三个东西是怎么配合工作的 逐步分析啊 找一个摄像头 打开红外夜视模式 然后照着它 手机上看摄像头的画面 可以看到底下在发红光 这个就可以确定底下是红外 红外光 然后上面这个位置是如何识别出来手指头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这个摄像头的角度去看 这是什么情况 还是用这个红外摄像头 现在手机上就是以它的视角来看 看我手指头按下去的时候这个瞬间 手指头尖是闪闪发光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底下是红外 就那么高 就这么高一层 大概有三五毫米 上面是个普通的红外摄像头 然后它根据这个XY坐标 可以判断出来你现在按的是哪个牛 而且它还有一个鼠标模式 按完鼠标键之后键盘就变暗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手在这滑 手机上就会出现一个鼠标 但这个鼠标说良心话还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也是没什么用 通常在这手机上也没人玩鼠标 这个时候通过它的眼睛看就是这种效果 一个亮斑 然后通过XY轴判断 就可以得到这个鼠标具体的坐标了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 下一步就是把它拆开 肯定是前后两个板 把它打开 前面在这个位置有个小缺口 这个应该是暗示我从这开 先试试 中计了 掉虎离山计 前面并没有什么东西 又中计了 它这个位置还藏了个螺丝 OK我可以打开了 电池一个两面胶固定 700毫安 三个模块通过排线和主板连接 一个 两个三个 灵魂部分 三个芯片 里边应该有一个是蓝牙 剩下两个 应该是它的一些算法了 激光模块 摄像头模块 红爱 激光是工作时候需要发热 然后有一个散热器在上面 摄像头部分 这个应该是个支持红爱的小模组 激光的头影部分 你看这个激光头上面 盖了一个长方形的东西 这个东西里边应该就是 那个键盘的缩影 底下的红爱发射模块 就是这么个东西 效果原理 如果你特别喜欢用这种东西 你可以找一个键盘 然后把它投射到键盘上边 这样手感和效果就都有了 0.0 3 2 3 3 感谢观看